地球呢 现在这个状况发展下去不能住 有很多人想找个安全地方来躲避灾难 我老实告诉大家 这个世界上没有安全的地方 真正安全幸福美满而没有缺陷的地方呢 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 我听过不少人说 现在连鬼神都向往极乐世界 这一次我们有几个同学到中国去授戒回来 也听到这个传说 我听他们回来告诉我 鬼神附神 说了一个多小时 他们现在也在听经 也在念佛 还求受皈依 这个事情能不能相信呢 能相信 因为我们在此地亲眼见到的 我们老林长的冤亲债主 附在居士林一个同修 杜美玄的身上 也要求皈依 也要求听经 所以这是可以相信的 这个鬼神离开身体之后 问他 有没有感觉 他完全不知道 他只感觉得很累 头很昏 说了一个多重点的话 他一句都不晓得 跟杜美玄这个情形一样 这是我们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 这不是假的 这个在佛法里面呢 三转法轮 就做正转 他来给我们做证明 确定不是虚妄 确定有来生 确定有后世 我们为什么不做好人呢 我为什么不做好人呢 就是我 咱们有这种情况 这种情况 我帮助你